客机的机肤是严重毁损 有乘客就心有余悸地表示 当时听到了金属重地的声音 当下以为死定了 一架搬机前面机肤严重毁损 在黑夜中乘客拿着手电筒 透过紧急逃生滑梯撤离 南韩大韩航空的客机 二三号晚间从仁川机场起飞 飞往菲律宾速物机场 受到恶劣天气影响 两度尝试着陆失败 第三次降落时飞机冲出跑道 导致轮胎和机身部分受损 而机上乘客行有余悸 有人回忆当下以为要死了 幸运的是机上162名乘客 及11名机组人员全数生还 大多数人只受到轻伤 目前都已经被安置在当地旅馆 并且安排替代航班 当局初不认定可能是刹车系统故障 导致客机停不下来 详细的事故原因仍有待厘清 恐怖意外也发生在美国田纳西州 21号的一场跳伞表演上 一名专业跳伞员尝试特技着陆 却在上空失控盘旋了好几圈 接着从高空摔落地面 不少民众惊声尖叫 男子虽然马上被送往医院 现场烈焰冲天 但索性飞行员及时弹射逃生 只会被送至医院接受检查 而军方将会调查战机的坠毁原因 记者组合报道